联想集团公布 与沙特阿拉伯王国的主权财富基金 Public Investment Fund旗下的ALED 定立战略合作框架协议及债券认购协议 公司将向AWAT发行20亿美元的零息可换股债券 将在发行后三年到期 初步换股价为每股10点42港元 较认购协议日期前交易日节仰约13.5% 所得款项净额19.8亿美元 将用于常怀公司现有债务 补充营运资金及一般企业用途 约债券获息数转换 将可转换为14.99亿股股份 相当于公司已发行股数约12.09% 及经扩大的已发行股数约10.78% 根据战略合作 公司将在利雅德设立中东和非洲 M.E.A.地区总部 及在沙特设立新生产设施 初期将专注为该区生产个人电脑及服务器 L.A.T.将为公司提供支持和协助 以确保战略合作顺利实施 预计战略合作将使公司 加快正在进行的全球战略转型为 服务和解决方案公司 借此领先全球的信息和通讯科技ICT产业 另外,联想集团计划以每份1.43港元 发行11.5亿份认股权证 期限为3年,不计息 对现有股东的股权 不会产生任何即时贪薄作用 初始行使价为12.31港元 所得款项准额用于常怀现有债务 以及一般企业和营运资金用途 期限为3年,不计息